没想到敌长主尹松成了第一个下线的人 原本还以为他会一直和尹征斗到大结局呢 所谓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在老六和敌长主这场明争暗斗之中 也隐藏着一个受益者 此人正是一直站在尹松身边 不显山不露水的老四尹俊 尹俊的每一次出场都和尹松有关 他不是在和二哥下棋 就是在朝堂上帮他说出敌长主身份不方便说的话 如果不是他老婆每一次出场的画风 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 他就是一个依附于敌长主的 没有自己立场的附庸者 事实上 四少主夫人安息元直到第34集 也仅仅出场了三次 而这三次的出场每一次都在搅动风云 安息元的首秀 安息元第一次出场是在第27集 敌长主家大门外 他在马车里等去巴戒敌长主的丈夫 尹俊上车后和他的一段对话 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时 也突然明白 可能老四才是真正的野心家 他们在讨论 假币这件事水太深了 安息元一个身居内宅的富人 如何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水深 什么事情无关痛痒呢 然而这句话真正想要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 他一直在关注着丈夫在朝堂之上的一举一动 老四也愿意让他给自己出谋划策 说白了 安息元不但是老四的夫人 也是他最信任的幕僚 第二次出场 如果说安息元的首秀 能够让我们猜到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的话 那么他夜闯武少主府 告诉上官静武少主马上就要被处死的消息 又再证明他不光会纸上谈兵 还是一个妥妥的行动派 因为他这句话的后果很好猜 旧丈夫心切的上官静 轻则会跑到尹征府上和李威理论 犯错的明明是老六 为什么处罚的却是老五 多么好的离间计 然而离间只是安息元此次行动的第一个目的 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上官静不顾一切的去闯大牢 救夫君 那样的话 老五的命运就再也没有转环的余地了 多么狠毒的计划 不管是上官静怎么做 老六都会失去老五这个盟友 只不过千算万算 安息元唯独漏掉了上官静和李威之间的信任 上官静相信尹征不会把责任推到尹征的身上 李威也不会看着上官静去冒险 去做无谓的挣扎 第三次出场 敌长主被流放之后 老四第一时间找到了新的站位 他趁着老六去金川之际 迅速和老三隐暗搞好了关系 不但顺利地进入护政司 还让老三相信他是一个无欲无求 只想一心帮助三哥搞好护政司 无害的四少主 取得老三信任的关键一环 就是安息元的亲自出马 在兄弟俩谈论事情的时候 安息元带着一扎绣品来到了老三的府上 言辞恳切地说 如今三嫂他们不在府中 三哥家中没有女主人 眼看着各公夫人祝寿的时节就要到了 这些绣品三哥拿去送礼吧 多么贴心 老三彻底相信了他的四弟不是坏人 并把自己对尹俊的考察 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六弟 他的添油加醋 当然是老四如何如何好之类的 尹征没有否定三哥的话 但他也有自己的打算 所谓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尹俊在护政司确实兢兢业业 在朝堂上也总是把功劳让给尹案 但他私底下却和敌长主旧日的亲信来往 以及暗地里把敌长主看不上眼的 曾经打压的人全部都妥善地安置了 这又能怎么解释呢 更重要的是 如果尹俊真的没有夺敌之心 真的不济于新川主之位 他又何必让夫人亲自出马 帮他把水搅浑呢 比如老五会不会被治罪 和他有什么关系 比如老三信不信任他 又能怎么样 大家都是川主的儿子 就算是没有三哥的信任 他依然可以谋得好差事 不是吗 尹征冷眼旁观地看着这一切的同时 也意识到四哥从来都不是屈居人下之人 他在敌长主身边的这些年 不是寻求庇护 不是站队 而是深知尹松不是成大事之人 他的言听计从 他的出谋划策 都是在等待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尹松弄丢了敌长主的身份 如果别人做不到 他也不妨亲自出手 老大是驻守边关的一介武夫 老三四只发达 头脑简单 敌长主备废之后 按照长幼有序的先例 怎么也会先轮到他尹俊吧 所以当看到四哥想尽办法进入护政司 又想尽办法和三哥处好关系之后 尹征就恍然大悟了 原来从一开始 他的对手就不是二哥尹松 而是四哥尹俊 接下来说轻轻日常 看懂这几个细节就会知道 尹征根本当不上新川主 令人厌恶的敌长主终于下线 虽然敌长主没有被处死 但已经被发配到了边疆 根本就没有再复位的可能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 新一任的敌长主会是六少主尹征吗 毕竟川主本人已经在考虑新的敌长主人选了 而且人选中呼声最高的就是六少主尹征 但尹征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敌长主的 剧中前期这些隐晦的细节已经告诉我们了 一、六少主上朝为官 看重的是民生 而不是自己的利益 六少主尹征做事出发点都是有利于百姓 有利于民生 而非权衡是否对自己的仕途有益 六少主一直是在和先生谋划 如何到朝中为官 如何站稳脚跟 所以便理所应当地会认为 六少主的城府会很深 会一直努力地谋划川主之位 结果在假币一案中 六少主却执意出头帮三少主查案 尽管他的老师不让其参与此事的理由非常充分 一、就算查清了假币 护政司也不会落到少主的手里 二、彻底查清真相的美名 只会落在三少主的头上 事情却是您做的 弄不好还会弄个月拳的名头 六少主却回复的是 这心必是民生 没有好处也要做 如果只为了自己的那三分力 就没有史书 只有账策了 老师其实是很看重六少主的 并非常尽心地辅佐于他 否则也不会一直在川主面前替他美颜 并在川主到学堂之时 故意提问六少主 但六少主的志向是为民谋福利 而非自己登上至尊之位 一个人自己没有志向 外人的努力和息迹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注定老师也会弃他而去 只因六少主没有想明白这一层道理 只有获得更高的位置 才能为民谋得更大的福祉 六少主的老师 志在辅佐一位明君来监济天下 而非一位仁臣来解决百姓的具体困难 二 六少主太过看重情义 一 六少主顾念兄弟情义 六少主为了救五少主 便在殿前常跪不起 不仅如此 六少主还直接指责川主 用儿子当棋子来稳固朝堂 六少主为了不让义妹送五嫁去墨川 先是冒险让其装病 后又亲自去墨川解决农丧问题 当李威决定救好家的时候 想要六少主撇清关系 与其合离 六少主坚决不同意 当好家有性命之优时 六少主更是直接把剑架到了敌掌主的脖子上 这些做法在平常人眼中是重情重义的 但是在川主的眼中便是太过于看重感情 容易感情用事 难当大任的 三 六少主已经允诺李威 一生一世一双人 六少主从小缺少母爱 所以便视李威为亲人 所以在六少主还没有在朝堂上展露头角之时 便许诺李威会一生一世一双人 所以在父亲让六少主迎娶金川郡主的时候 他是万般不情愿的 后期为了与元英郡主合离 六少主又直接拿出了父亲遇赐的玉佩 逼迫父亲同意 六少主的这些行为都会引来川主的不满 一 不愿迎娶元英郡主 便是没有想过借助妻子母家的势力 巩固自己的地位 作为一个庶子 还是不想依附外来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显然有些过于理想化了 二 川主遇赐的玉佩是可以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的东西 甚至是可以挽救生命的 但是少主拿出来只是为了与元英郡主合离 此时的川主就已经放弃了要立六少主为嫡少主的想法 否则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同意了六少主要让李威做正事的请求 要知道 就算是李威前妻的表现再好 作为新川主的夫人的地位 那也是相差悬殊的 既然六少主不适合当新川主 那就让其如愿又如何呢 毕竟川主刚刚失去了两个儿子 自然愿意把这份父爱都偿还到六少主的身上 四 六少主并不贪图权力 把护正司的掌控权直接让给了三少主 三少主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但并不是一个精明的政客 三少主在护正司取得的成绩 都与六少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一点川主心里比谁都清楚 所以川主才建议把护正司由老六来接管 但是老六推托说自己没有精力 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六少主以退为进的聪明之举 毕竟 三少主也算是六少主的心腹了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 三少主并不太适合官场 甲逼一案中 三少主就被敌长主算计了一次 好在 尹征找到了关键人物 否则 三少主看管不利的罪名怕是要坐实了吧 三少主再遇到此类的事情 恐怕只会再次连累六少主 或者为了保护六少主而做出什么浑事都说不准 毕竟三少主就是冲动型的人物 当年与夫人们打擂台的事都能干得出来 更重要的是 敌长主倒台之后 四少主无论是在宫廷之中还是在朝堂之上 都在拉拢人脉 三少主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六少主却认为他是为了做好事 这些都是可以忽略的 连三少主都只是无奈地说一句 你大赌 如此分析下来 六少主是自己胸无大志 没想过全心全意的到那个位置 六少主的性格又太过于重情重义 无论是兄弟情还是夫妻情 亦或是朋友情都将他牵绊着 所以六少主根本就不能成为新一任的川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待会订阅点赞转发